好 這只是先暫時 那如果中間 幫你拿手機好不好 請幫我打腳 可以嗎 我是這邊收音 前面那一杯 前面那一杯他呢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2018投票文學記 我是協同主持人楊宗凱 今天要去划船嗎 要去新店 要去病房划船 還是要去西門町 還是要去哪裡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過日子的時候 當然你就會記得很多很多的地方 因為你會去了很多的地方 你去了很多地方的時候 你是自己選擇要去的 不是別人幫你安排要去的 所以剛剛講說 第一個是說 我不知道來得及來不及 你還來得及來不及打到學生 第二個是說 那如果更 general的一個原則的話 我真的覺得只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 你自己決定 你要過什麼時候 關鍵的差別是 哪些東西是別人給你的 別人要求你的 別人幫你安排的 哪一些是 你不只是自己 而很多時候是 你抗拒別人 你做的不一樣的選擇 所以你問我說 怎麼樣愛這塊土地 就是要愛這塊土地 裡面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 有一些地方 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是別人都不要我去 我去了 別人都不要我做 我做了 別人都覺得這樣是應該一定要去的 我拼不去 這個時候你就有了一個自我 有了一個自我 你就有引你的自我 跟這塊土地 跟這個社會發生關係 對我來講 那個關係才是真實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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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選別票了嗎 已經確定了嗎 還來得及 可以這個 你們今天習慣 很厲害的人生 這很重要對不對 韓老師這個女兒是 青年看見家 李其瑞 非常非常這個 現在在台灣大概是很知名 因為不是她爸爸 可能她搞不好有一個爸爸 更有名的 像我們可能知道 曲韓光跟這個 許偉茲的關係 許偉茲是重要事人 他的女兒 他的兒子 許韓光更著名的歌手 這樣 我們生活的一個轉變 的話就 就有一個蠻大的收穫 那這個 再來一集有事點 我跟各位預告一點 是因為整個文藝記的活動 現在正如火如荼的戰開 三四五月是 呃台灣 呃台北文學的一個 春天的季節 那我們在 從昨天開始 在離間不遠的 中山堂 台北中山堂 的光復廳 舉辦一個盛大一個 文學獎的特展 所以各位喜歡 兩個手冊 有一本就是我們文學獎的手冊 那因為 昨天幾個會開的時候 好像還蠻說到矚目 我們緊急決定 把時間延長 原本是到四月一號就 呃 就要這個 呃 就要這個 呃 我們現在延到四月六號 所以各位 你們有機會 等一下如果結束還可以跑一趟 中山堂 大概五點關鍵時間 可以看到 我們文學獎的特展 它是一個特別的 台灣就實際上 第一次文學獎的主題 作為一個特展 它有非常多文學獎的故事 愛恨情仇 光明與優愛 非常有意思 包括有些議題目 就說 欸 很好奇 所以三大八文學獎 它的獎盃有多重 我們都被楊出來 然後有個雅零快樂 四舉一下 多重 還包括一個今年是 台北文學獎的 這個文學獎的 第20週年 這個獎 楊道老師參與非常多 包括一開始的年齡 各位提供一些相關的意見跟指導 那這個獎金 今年有個特別的設計跟規劃 還有一些過去的整理 都非常在這邊 有個詳細的呈現 那我希望各位可以掌握這個機會 中山堂 從昨天到4月6號 我們早上10點到5點 之間都是開放 不過各位注意 周一是閉館 周一沒有開 好不好 那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今天去明天 明天有個活動 在那邊舉辦 但是我也記得其中小活動 我們把過去台北文學獎的 一到十九屆的各樣作品 精選了四個作品 包括了一首詩 一篇小說 一篇掃文跟演舞台 一篇劇本 然後做一個重新的改編 邀請 駐米大卡佩拉團體 A劇團 他們來做一個重新的詮釋 明天下午2點到2點半 這是彎堂的 我們這個光復丁的擂台上 這個文學獎的擂台上面 做一個特殊的演出 歡迎各位來參加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也非常感謝我們獎金 楊道老師 謝謝 謝謝 這個少廷的時候 他畫過的那一幅畫 叫做原山周圍或原山附近 你如果看過那一幅畫 然後你用你的想像地方 你能夠找到一些老照片 你應該知道 那個在日本人的 以日本人的美學觀念來說 那是他們能夠在台北找到 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可是你們現在在哪裡 那裡已經很可以感覺到 那裡有什麼漂亮的地方 這就是我今年末日的原因 真的 從我大概小學還沒畢業 在那裡開始蓋新生老家裡開始 我們好厲害 我們可以從我小時候蓋這個 那時候應該是這樣算吧 那應該是在1973年左右 開始 我一點都沒有狂張 一直到第二次中山二橋 那是什麼時候 你們可以去查 那應該是2010年左右 換句話說 從1973年 我都盡量包紙這樣算吧 這中間 從1975年 一直到2010年 有35年的時間 原山那一塊地方 沒有任何一天 沒有可持續 我們好多人 我們在那裡建建了新山高架橋 接下來蓋中山高 接下來蓋中山二高 那個什麼 那個廓 現在叫洪陽高架橋 然後接下來改建中山橋 然後改建中山二橋 然後再建第二個中山二橋 我們現在就把那個 當時日本人選擇的 認為是全台北 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我們要改造成一個 沒有任何人願意 站在那裡 多看兩分鐘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一方面是 慶幸一方面是遺憾 因為我還記得 我還曾經歷過 不是說明治成功 是那時候 原山飯店才剛剛 大陸的原山飯店 還沒有完工之前的那個原山 它長這個樣子 所有這些工程還沒有開始之前 那個原山 我們見過 然後我們有影響 然後從這裡其實也就延伸出來 也就是說 雖然後來有了美國文化 然後呢 有這麼強烈的美國文化的影響 像我們所在的這個情況市場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 當時為什麼會開 包括當時為什麼情況市場會開始發展出來 然後包括它為什麼會 市場其實都跟日本人 都跟日本人的這句時代 是有關係的 所以當我們要看情況市場 我們理解情況市場的話 我們還要理解另外幾個重要的這個地標 一個重要的地標就在旁邊啊 那就是建成市場 建成丁建成市場 然後後來現在這個叫做中山市場 建成丁建成市場 這個區域 它當時在日濟時代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個你們看 你們現在看你們都知道啊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走過去 我們現在叫做南京東路 過了南京東路 在我們的斜對面 那是什麼地方 那是一個台北太奇怪的地方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 因為它沒有一個固定的文稱 怎麼去描述 怎麼形容它 幾十年來 你要到那個地方 你到現在你的說法就是 那個幾條洞幾條洞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到現在還是有 例如說裴錢屋在七條洞 吉家莊在六條洞 那還是這樣講啊 可是為什麼會是用這種方式來稱呼 到現在為止 內塊區域跟幾條洞幾條洞 就是日本人的 日本人的稱呼 那我想這個獨特是內塊區域 留下這個記憶呢 跟漸層地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在日本人漸層的這個安排當中 因為他們是 因為受限於原來清代所 蓋起來的這個台北城 所以台北城內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當然徹底轉化台北城內的環境 所以剛剛最早來到台北的 來到台灣來到台北的日本人 當然是優先選擇會住在台北城內 然後後來帶了總督府 所以環繞的總督府 這個是日本人的 第一圈的privilege的住宅地方 所以包括今天的衡陽路 當時叫永一丁 然後重慶北路這一塊 那是當時跟日本殖民政府最接近的這一群人 他們是住在那裡 可是等到後來這個殖民的擴張之後 有越來越多日本人來到台灣 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 總督府可能把台北城裡面的所有台灣人全部趕出來 所以這個日本政府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他就開始選 他有他們 你們大概都知道 因為日本當時做這個台北城的規劃 台北城市的規劃 做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做到什麼程度呢 做到台北城市一百萬人口的時候 他們那個基本的分布 所以當時他們 那個是殖民政府所做的 所以他其實是背後 今天有一些人在講台北城 尤其是在稱讚日本人的這個規劃的時候 他們其實刻意 不一定是刻意 刻意或者是不小心遺忘會遺漏掉的 日本殖民政府在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他有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個殖民者跟被殖民者跟殖民者的身份上的超越 所以他一定要想的 他不是想是說 我台北城怎麼擴張 他接下來要想的是 這些多出來的日本人住到哪裡去 所以哇哇為什麼會有建城市場 為什麼會有建城町 建城町建城市場就是 第一波離開了台北城 刻意規劃讓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這裡原來這是一個非常 如果你想說 那個台北城外的第一波第一圈的高級住宅區 包括高級住宅區 因為是日本人居住的 那就是建城町 那這個到現在我直接留下 所以以台北城外來說的話 那這個我們講的這塊區域 就是最早的日本人定居 所以為什麼一直到今天 我們把甚至於叫做體調風起頭 我們跟日本的記憶保留得這麼樣的深刻 那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接下來日本的這個安排 有一個是你們會知道 或者是天天請去留下來 就是大稻埕 大稻埕因為它港口的關係 所以大稻埕它原來就是 城外台灣人最重要居住的地方 那這個日本的台北城的規劃 他們也是有用意用心 他們就刻意的等於是讓大稻埕在 台北城的規劃上面 他們是因為是台灣人已經有台灣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讓他不去管 不去刻意的去規劃 讓台灣人在那裡自身 不能到自身自變 可是自我發展的 換句話說 那個是他對日本人來說 是有一點點危機的感動 所以要保持去別的地方 那所以為了要產生這個平衡 才有我後來所居住長大的 情況市場的這個區域出現 這個區域出現是什麼 這個區域早期這個地方叫做米蘇馬迪亞 米蘇馬迪亞意味著說 它非常空曠的地方 然後所以它是三面線 生產面線的地方 那所以把這個米蘇馬迪亞這塊地方呢 就特別規劃成為等於是對抗或者是制衡 大道城的新的台灣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在現成這次市場 基本上是日據時代最早的日文市場 晴光市場就是除了傳統台北的大道城之外 晴光市場就是最早日據時代 在規劃出來的台灣人的市場 它有這樣的一個地理奔布上的用心 真用意嗎 所以我又在跟大家講說 我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包括我爸媽從花蓮來 為什麼最後他們離開了永康街西尼路 要團結哪一件事情 這是歷史的事實 因為我爸最早在那邊開文具店 後來就發現說好麻煩喔 那裡到那都是外省人 所以他就搬到了晴光市場 包括其他市場 他就能夠定居另外晴光市場的那個整個環境 那他從日本等級 他從花蓮來跟我媽媽他們家裡面 過去曾經做過皇帝家庭的那個背景 就相對的就是能夠比較能夠和我們 所以我在晴光市場那個地方長大 除了美國文化的影響之外 後面非常非常日本 我15歲就跟我爸爸學日語 然後開始學看日文 然後接下來我閱讀 我讀了川章康城的翻譯小說之後 我就立志 我的日文我一定要學到 我可以用日文讀川章康城的小說 然後在那樣的一個 我們的那個晴光市場 跟這個中山區的環境裡面 到處都是日本啊 我們剛剛就講說 我們從沿著臨聲北路 一路這樣走過來走到 我們就到這個 五條空 六條空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所體會到的 多少都是日本歷史的遺留 以至於到今天到非常非常多 在跟日本接觸或接觸日本 他們接觸的社會的時候 許多事情它不可能驚訝我 像我的我外婆有一陣子 我外祖母到我們家來住 然後我媽就幫她準備了一個房間 然後我永遠都會激了 我外婆來到我們家之後 她的房間 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一定要把一個凝救 你知道凝救是什麼嗎 圓形 就是那種穿著和服 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個人物 然後呢 有了凝救就完了 因為有了凝救之後呢 旁邊一定要有花瓶 要有花瓶 旁邊有花瓶 有了凝救之後呢 就一定要有一個牌子 一定要有一個日式的牌子 那你說那個其實是從明世上去轉換過來的 然後呢 就要擦擦蜜 然後有擦擦蜜之後呢 就要有擦蜜 就是那個日式的衣褲 然後日式的衣褲裡面 就會有阿嬤的這種老式的和式的衣服 或者是即使他 他都會這樣講那個就是 游褲 游褲 他會說今天要穿游褲 因為對他來講 我們日常所穿的每一件衣服 包括他可能他天天都在穿這個衣服 他還是認為這叫做洋服 洋服就是 不是正式的衣服 不一樣的衣服 那這種 關於日本的記憶 對日本的認知跟理解 還有更重要的一種叫做 日本式的sensitivity 也是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經常的記憶就進入到 也進入到我的生命當中 我在這裡長大 我很冷卻 我也很憂本 但是我也很忠謀 離這邊不遠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中南北路上 中南北路上稍微編一點點 那裡 那裡 現在好像還在 但是再也沒有人 會上去了 那裡 有開運書局 開運書局現在好像樓下是東華書局 好像後來東華買了開運追 那東華後來 你會知道 怎麼在是東華書局 你知道叫做 馬可破綿麵包店 當然他是同樣的老闆 那 開運書局也是我小時候 就是自己莫名其妙 霧打霧撞 發現的一個網庫 那時候開始喜歡讀書 然後但是走走走走到這邊 有一個樓上的書店 然後一進去到樓上的書店裡面 我就突然覺得好熟悉 為什麼因為樓下水已經開始逛 從天南路 從天南路有幾家書店 是特別這種氣氛的 就是你進到的 也沒有人離你 然後店裡也沒有人 只有幾個人坐在那種 老式的大辦公桌上面 然後大辦公桌上面坐的那個人 他們一定要 手上一定要 戴那個 那個叫什麼 袖套 然後呢 使用毛筆 再寫發票套 那還有古老的那種店 因為我以前 我在從天南路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喜歡這種店 當時我已經認識了幾家這種店 像中華書局 台灣商務印書館 或者是 當時還有大中國圖書 還有世界書局 都是那種店 我沒有想到說 在我以為 就是我家裡面周圍 我的腦袋裡面 我自己中文 在我家裡面周圍的這個環境 是一個非常美國非常日本的環境 可是 像從天南路 然後到後來我念書的建築 那是一個非常外善 非常中國的一個地方 那太明書廷對我來講很吸引人啊 因為我常常沒有想到 在我認為的那個日本的區域 或者是我的日本經典當中 會有這樣一家書類 所以我那時候常常跑到開明 然後開明裡面 開明的那個明星作者 也就是說那個年代 你們知道開明最重要的一個作者是誰 就是夏明尊嘛 所以你會在開明書店裡面 然後我們在課本裡面讀過夏明尊 可是你在開明才知道說夏明尊 包括夏明尊編過多少的書 編過多少的書 編過多少的課本 然後夏明尊對他周邊的那些朋友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因為找到很多的書 是沒有作折的 例如說 這個 朱光潛 比如說朱光潛早年的很多的書 都是由開明書去書的 然後可是這個時候 當然到了台灣 就全部都是本部編輯部 本色編輯部寫的書 所以台灣有一部 最感不起的一個作者 就叫做本色編輯 他寫了好多好的書 那書都寫得很好 那我們就在那裡 或者我就在那裡 接觸看明書局的書 另外也就是在那樣的一個背景底下 我們覺得在我成長的背景 跟在我成長的環境當中 中國跟我所讀到的中國編輯 也不是很重要 那讓我 對我來說 這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理所當然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有意思就是 會到後來 有一些東西會 才會提醒我 也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像在去年 我接受大陸豆干的邀請 幫他們做了一系列的 英語的節目 講實際 給我講了一百集 然後這一百集的實際講完之後 我上次去到北京 然後那個 反正好像有年輕的朋友 就跑來訪問我 然後就說 幫你聽我的實際 然後有一個問題是 是我沒有完全留意的 遇到的 他就問我說 楊老師一個人幫我們描述一下 他說 我不看到點點那個視頻的片段 一個人幫我們描述一下 你那個 這個音頻節目 你的那個 準備的 他想要知道這個整個細節 也就是說 你開始怎麼選段落 你怎麼準備 你入音的時候 那個場景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講講講講 他們就一直聽不懂 他們開始最危機的東西 後來我就會知道 搞不清楚是什麼 後來搞不清楚之後 我原來要把描述一下 因為 我沒有辦法 那麼樣認真的 誠實的老師跟我們講說 我怎麼 那個 錄這個實際 因為他聽起來就很炫耀 對他們那樣子 一個私利的 到後來我真的不去承認 誠實的表演說 因為我有錄影團隊 有錄影團隊 知道我怎麼錄影 我錄實際的時候 就是再簡單 因為他們想像說 他們想要通過我們是說 你是先講 你有稿子 或者你準備了什麼樣大綱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稿子 或是看一下你的大綱 我誠實的說 沒有大綱 沒有稿子 可以被騙大綱 那你有什麼本質 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個為了方便 所以我用的是一文印書館的 他那個是 清朝的 老的 木科的 舊科的 我每次 我那個節目真的就是 因為他怎麼會買大綱 我好 我方便是因為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那個白畫本 白畫本 或者是那種 平點本 他通常都不大綱 都是嫌麻煩 因為我文物要翻前後 麻煩 我就會買大綱 然後我就通常會拿這一本 捲起來 然後我們就拿著這個 直接這樣看著 我覺得如果老婆就緊 那第二件來講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好幾件事情是不可思議的 第一件事情是 你怎麼可能這樣直接讀實際呢 第二件事情是 你不需要有點符號 第二件事情是說 那你怎麼可能讀了 你就讀不懂 你就能夠講給我 請呢 我知道我會說 我不是要炫耀 而是說 這是內在我的學藝的部分 我就會去很誠實地告訴他們 我說 你們可能覺得實際很難讀 可是對我來講 實際我經常在讀的時候 我會意識到它是 你們以為講古老的文字 或者是文字 對我來講實際是非常非常簡單的文字 意思是說 它不是會動用我到我到 我到意識到這叫做文言文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本書 另外一個文本 也是 那後來被提醒了之後 我才嚇了一下 那我就說 我當時在 也是在大陸 然後我們再講到說 再聊到說 中國那個小說的脈絡變化 然後講了幾份小說的 講完之後 有一個學生 有一個年輕人 就舉手過誤 他說 然後老師 我不知道你是 你是 口誤 還是 你有什麼其他人 他就說 你要講一次講 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 但是 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的時候 你就講 三國爺爺 三國爺爺 不是白話小說 那時候我才認了一下 三國爺爺 不是白話小說 這哪來的 我還沒有 我還真的還沒有 會問一下 我說 為什麼三國爺爺 不是白話小說 那時候是頭有其他人 就說 還是一幕也很危險啊 我說 有嗎 我真的 你現在這樣落口 到那個時候 當我回想三國爺爺爺 我從來沒有覺得 三國爺爺是 就是 有不一樣的 跟水武傳 或者跟經典 有不一樣的文字系列 對我來說三國爺爺 那樣的文字 就是 一般的文字 那 你說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這些東西有很大的部分 也就是在我的 成長跟受教育 那個養成的過程當中 包括時代 包括環境 那我覺得跟 中國的這些古代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臨時的親近 所以我要說 我非常慶幸 那個時代 不完全知是 周戰區的這個環境 我還是不覺得說 是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跟這樣一個環境 我要說句 不太重聽話 我說 留在我身上 讓我覺得 這個價值 還有其實 還好那個時候 沒有那麼明確的一個台灣 沒有讓我那麼台灣 所謂沒有讓我那麼台灣 那時候沒有人覺得說 所謂台灣是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 沒有人告訴我說 所以台灣人 幹嘛要學中國的文藝文 那如果你覺得做一個台灣人 你就不要學中國文藝文 那你所當然 一定有人會告訴你說 你身為台灣人 身為中國人 你幹嘛去學 去上面去學日文 當然也有人會 到了70年代 其實你就有什麼情緒 接下來也有人就說 那你跟美國有些關係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拿自己美國 跟你台灣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代 跟這次的環境 給我最了不起的那一番事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 一個indiscriminating的一種環境 我是常常說 當我回想 我在奇幻市場 我長大的 那裡背景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是 跟我們今天的想像 是如此的不同 例如說 在我們我所成長的那個環境 那個語言的環境 那個語言的 第一語言是台語 第二語言是日語 第三語言是 第三語言應該還是國語 但是還有英文 所以在那個我所成長的環境當中 包括我們家開服裝店 我們家開服裝店 隨時這四種語言 在我們家服裝店出現 都是理所當然的 那當然只要告訴我媽 因為我媽實在看會做衣服 她會做那種豪華的衣服 所以我們家在奇幻市場的服裝店 我媽媽做的服裝是 媽媽還要這樣護理的 你看她護理是買不起的 所以我們家的客人 通常就是一個bar girl 然後勾成一個 美國的區塊 進到一個世界裡面 bar girl買衣服 美國區塊付美金啊 所以在多早的時候 我媽媽 然後我媽媽也不會英文 然後有時候她是跟bar girl 然後有時候講日語 讓bar girl跟那個美訓軍官翻譯 那為什麼她跟bar girl講日語 小時候我也不懂她 那我只是覺得說 反正我媽媽她們經常跟她講日語 尤其是有些話 有些事情 不想讓小孩知道的時候 就講日語 最後我們因為這樣都學會日語 你們都聽得懂嗎 但是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經過很多的沉澱跟自己的探索 譬如說我今天想到這件事 bar girl想到我其中很多的畫面 我會感想的 譬如說我現在會非常清楚知道 後來我媽媽當然也講了 我媽會特有慾 日語溝通過這幾個瓜哥 他們都是原住民 所以他們不太會講 他們在 所以他們在這裡都不感覺很好 意思我媽都很自然的 跟他們有日語溝通 那我媽媽 包括我媽媽的廢情跟生死 都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光只講一件小事情就知道 這是對你來講 這叫做台灣的歷史 但是這樣的台灣的歷史 好像我生存的那個時代 結束了之後 可能就再也沒有那個機會 我更擔心的是 再也沒有那個機會 像我們家住在這裡 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小時候我的同學的見證 就是不可思議 我沒有去過行天公 我們會去行天公 然後我不會拜拜 然後 所以每一次 還要掉去拜拜 還要穩住光 對我來說是一個 因為其實不是距離嘛 你們知道到順家 其實我們從 我們從那個明確是 明確跟我入手才去 就到行天公 那一下我們在我們家 可以走到的地方嘛 不過我真的覺得有去過 我說我沒有印象 我不是真的沒有去過 那我對那個廟啦 對拜拜這些東西 我完全 真的一點 這不在我的成長紀念跟期間 也是要到很大的以後 我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是因為現在知道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不會拜拜 我媽媽為什麼不會拜拜 因為我媽媽小時候是一個 一個人 她是一個黃雲家庭長大的人 所以對她來說 她的成長紀念跟記憶 沒有這種台灣民主的記憶 可是相對的那種很奇特的 或者我認為非常非常熱門的東西 在我媽媽設計的裡面 那才是她 最跟妳的她同意的記憶 唯一有一次 留下照片 看到照片 我跟我的姐姐 我們去過行天公 不是我媽媽在哪裡去的 然後就看 然後那時候就小時候就問過我媽媽 但是我媽媽她年輕的時候 她開始學才能 她有做禮物的時候 最要好的就是朋友 但是我們小時候就 一直都只記得說 那個叫做Lisa阿姨 叫Lisa阿姨 但是後來 長大了我們就知道 那那個非常特別 因為Lisa阿姨 就是住在我們家的樓上 然後呢 她就是一個巴格 然後她 是一個太陽學的民族 然後對她來說 包括她後來她的一生的這些變化 她看待我們隱文的歷史 跟我們講的完全不一樣 例如說 美軍國文台 美軍九八 我到後來 稍微年紀大一點 到我最後一次 見到Lisa阿姨的時候 在講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還是很感慨 我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她就說 你們每次想這些東西 你們 你們用什麼隱花看 九八 你們覺得九八 都不會很色情 然後又會 她說 如果沒有九八 如果沒有這些美女 我的人生 會怎麼會這樣 她是心懷感情的 然後會用很熱情的方式 回想 她當時從山上下來 然後到了晴光市場 在晴光市場 那個雙神節跟明確東路口 的九八 共作的兩件細節 然後我聽她講 包括她 她記得的這些 她服務 或者這些美軍 這些東西 我當時就想 那真的是隱私 或者該怎麼講 那才真的是 我所體會到的 我成長的台灣 我成長的台灣 我在這個區域裡面展大 然後我所感受到的 我所記憶的 大概有幾個很簡單的事情 那很簡單的事情是 那是一個台灣還不知道自己是台灣的人 所以她不知道自己是台灣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是台灣 所以那樣的一個台灣的會 那樣一個台灣的時代 什麼都可能 或者是什麼都接受了 所以這裡有非常非常長遠的 當然有漢人 有明人的 那樣的一個背景 跟那樣的一種傳統 可是那不是一切 我已經講過了 像我說 我從小在晴光市場 不要再講另外 我先把這一段講 那因為這樣所以 當然它有漢人的傳統 可是在漢人的傳統之上 我沒有人覺得 日語 日語 日語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跟我們不同 不是不同的 就是 在那樣的環境底下 不會去想 什麼叫做不同的 只會去想 這到底是什麼 以及 會被裡面的一些東西給吸引 就像 我外婆她住的那個房間 對我們來講 那就是大概 其實我外婆共住 大概只有三年左右的時間 可能那印象太深刻了 因為就會覺得 家裡面好像有一塊空間 被改造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我外婆的房間 跟我們家的所有其他地方 都不一樣 那我小時候其實非常非常 怕那個靈怨 非常怕那個人氣 因為就會覺得 因為她做的那麼像 然後又又非常的豪華 可是 這樣的一個經驗 或像一個記憶 會在 我自己都不自覺的情況底下 會回來 例如說 我第一次到東京去 然後那時候到東京旅遊 然後 而且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個過程 那過程當然有些東西是意外的 例如說第一次去東京 會怕 然後自己去 然後 懂一點點 日語 當然有 主要還是要依靠你 自己的意外能力 然後本來 林手當然就是會有朋友介紹說 那你就是去住一個台灣開的日文館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 我跟我開到 那時候 對 那時候 九零零 那時候 然後我們就 拉著行李 然後就 依照人家的 這個指示 然後到那個地方 到那個台灣人的 開的地方 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那時候還不是我 那時候 還不是我 那時候 還不是我 那時候 就是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大空戶 然後這樣很便宜 然後就是一個大空戶 然後那個整個環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可是 當下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日本 但是我跟我太太走出來 我的第一天 我跟她說 就說 我們到日本 不要住 這個日本的地方 我就覺得 不是日本 然後我在那裡 其實很慘 所以原來定了的地方 現在都不住了 然後你要另外一個地方不住 然後跟她看地圖 然後我太太的意思說 那我們這要 我們這段 到哪裡去住 我其實這完全 這東西完全不熟 可是一看地圖 我把他們就一個地方 出去這裡 那在日本的地方 在日本的地方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日本的地方 但後來一去了就知道 日本的地方是 那為什麼要到日本的地方呢 因為日本的地方 就是 林丘馬吉 就是 原始的地方 我看到原始的地方 我就覺得他好親切 我就說 這絕對是個對的地方 儘管我小時候 多麼怕那個名丟 但我想到說 然後後來 你們去過林丁丁吧 林丁丁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我們在NP坐了五天 然後每天進出 然後到 到牛巴西去看那個 日本公路起點什麼 然後搭 搭地鐵 進進出出 那最後來講就是 國國行會 立刻看到人的一些 那是我阿嬤的那個房間 給我的記憶 一路一直流下來 然後呢 我剛剛講說 在情報史上長大 那個是一個 真的就是一個混亂的局面 美國的東西 美軍 我們沒有資格 或者是我們到那個時候 相對信任的 我們還沒有那麼強烈的 對於一種恩惠的立場去評論 去評論 所有的這些事情 我們在情報市場長長大 你怎麼歧視 放他你 你怎麼歧視 就把你 我問你 牛巴克就覺得理所感恩 這都是 所以對我來說 到了台灣80年代後期 然後到全體年代 開始講這個什麼 信公共權的權利 我當然 我完全 立刻就能夠 認知 立刻就能夠理晉 因為 說不客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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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都是靠這些信公共責 保持他的事業 我媽媽做的那個 真資的禮物 那種 我就說 那時候如果 退回40年前 你爸爸的情報市場去 如果你知道我家 叫做一星服裝堂 你到 你到那邊去 然後找任何一個 民軍問說 給心理帶 我跟你講 十個裡面走 一看你的樣子 你就先看看你們 尤其你們這種女生 要看一下 然後就說 三三八八了 然後他就去說 一定會不會去 然後他就要去 然後後面一定會這樣 一定跪著他鬆了 我們這樣子 以這個做昂貴 真資禮物成母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在 雙人街 能夠 能夠落腳 然後能夠 我媽能夠做她的事業 全部知道的是這些 fuck girls 你知道我媽 我媽做生意 所以就到後來 傲慢的不得了 暗漫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不方便是不能講假的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天 有一天晚上 我媽 當然有一點點帶著 有一點點沮喪 但是她同時是 非常 又是 又有一點 驕傲的 來告訴我們小孩說 她 堅持她做生意的原則 堅持到什麼樣的程度 她就告訴我們說 下午 你們知道嗎 崔萊貞進來了 那是崔萊貞的時代 崔萊貞走到任何地方 任何人都認得 所以她說 那是我們家的父親當事 崔萊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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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光市場 而且特別跑到我們家的那邊去 然後我把他後面拿來看進去 我把他趕出去 我把他趕出去 我把他買了衣服 他跟我講假 就給我趕出去 那我說 我們家 所以 在那樣的環境當中 有很多 後來是自我一所當然的東西 在我身上沒有 什麼叫做舊話 然後 以後我每次講 我成長的過程當中的這些故事 我都還是會覺得 有 會替我的這個環境 有一點打抱不平 我覺得這裡面 充滿來的誤會 因為我講到說 好 事實上 雙人街的情報市場 不是很適合 因為小孩長大的環境 我們不小心半夜還會聽到強聲 然後我們一走出來 都是酒吧 可是 就因為在這酒吧裡面 原廠的一些現實 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們當然就是外面 因為他們就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只是會一直很好奇 究竟酒吧是什麼 酒吧裡面到底在這裏 然後我就必須說 因為這樣才會接觸到 黃泉民的小村 別人從黃泉民的小村 別人從黃泉民的小村 我站門都讀什麼 但我讀到黃泉民的地本小村 就是小寡婦 就是小寡婦 小寡婦就是那個酒吧的名字 才會叫做小寡婦 但我一看我就好高興說 既然有人可以幫我 幫我好奇的 那個酒吧裡面的名字 可以寫出來 又例如說 等到我長大一點 我唸《新英國中》 到今天都還有人 要問我這件事 我唸《新英國中》 然後《新英國中》 我們再過去一點點是《景州街》 《景州街》 一直到我唸書的時候 《景州街》 《景州街》 重感到出來之前的最大的分枕化的方派 那所以我在我的學校 回望我自己的學校 但其實是個事實 我唸《新英國中》的時候 《新英國中》的就是那個 《國國幫》的預備隊 我剛剛老花幾個參加方派 然後 But so what? 然後你們大家就覺得說 好可怕 然後就覺得 就沒想到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也非常非常慶幸的 因為這樣 我知道什麼叫做幫派 我不會覺得幫派那麼樣的了不起 不會覺得幫派那麼樣的可怕 當然幫派有它的層次 但是幫派到我們這個世界 不就是一群人混在那裡 假裝自己很了不起而已 那說起我旁邊的同學 然後每一個人就是喜歡這樣說 包括有時候那個《代表傳》來 然後給我們看一下 《代表傳》成什麼樣子 不如此而已罵你 哪有那麼好奇 所有的這些東西 在那個時代 在我長大的這個環境 它都沒有確定下來 沒有確定下來包掛 沒有說什麼東西必然是好的 什麼東西必然是壞的 什麼東西必然是你的 什麼東西必然不是你的 所以相對的 我當然不是說這種狀況不一定 不是說對還是不對 但我要說 在那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所以我長大 在我成長的過程 我就不管那是什麼 就應該說 因此我一直到今天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只堅持這個立場 什麼叫做台灣 或者是如果我們看待台灣 我自己也有進來的態度 台灣最有價值的地方 在於台灣歷史上 曾經演過的所有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讓我們 正因為我們沒有那麼確定 什麼叫做台灣人 什麼叫做台灣生人 所以台灣曾經被各種不同的勢力影響 而變成了真正多元的一個環境 這個真正多元的環境 對於活在這塊土地上面的人 過去曾經刺激出那麼多美好的東西 可是我不懂 或者是我還是沒有辦法精神 為什麼當我們今天 回過去看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我們要看自我的資深的台灣內容的時候 我們好像永遠都急著 要把台灣變成一個檢訪和鐵訪 這些東西不是我們的 這些東西不要 這些東西不要 好 你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拿掉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了 第一個是讓台灣還剩什麼 第二個 我必須再加上我自己的立場 你就把我取消了 你就把我過去曾經有過的台灣經驗 當作是沒有價值的 你就把我曾經有過的這個空間 我曾經想算過 我曾經經歷過的這個歷史空間 給取消了 我不相信這種東西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東西 我是希望台北就是台北 所謂台北就是台北 意識性 台北就是所有的這些亂七八糟 各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的 是力量 不管它是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 所有的其他東西 它在沒有被嚴格的規劃 沒有被控制的情況底下 它自身長出來的一個反擊 在台北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都有這個故事 然後你回頭看起來 這個過去 從它的名字 從它的這個經歷 每一樣東西都是不同的意識的成分 彼此互相衝撞 所以台北或者台灣 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 每一個統治者都想要 給台北一個計畫 讓它照著他們的計畫來 但是最後 台北最寧願的地方 都是那些不照計畫的 每一個地方都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建成丁 我剛剛講說 在那個對台北的規劃當中 跟建成丁差不多是同時規劃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當時日本人 那個現代性的vision 意思是說 那城外、台北人、日本人 要居住的地方 就是在北邊 在城的北邊 是建成丁 是要主要居住的地方 那它如果要修行 要打造一個郊外 主要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什麼 那個地方叫做銀橋 銀橋在哪裡 民家各地今天 中正橋兩邊 那個因為是在河岸旁邊 所以也跟我們今天的 這個主辦大會有關係 例如說今天留下來紀州安 然後為什麼會留下來紀州安 紀州安當然現在我們知道 另外一個 以紀州安為例子吧 那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看到紀州安在哪裡 紀州安不過就是當時沿著河 叫做銀橋的這塊區域 其中開的幾家高級料亭 唯一剩下的動物 當時原來光是在紀州安旁邊 用四家高級料亭 現在是這家紀州安 那而且還不是這樣 當時除了這個高級料亭之外 另外有在河邊的那個船屋 就是當時非常非常有名的 這都是什麼 這就是駕運的時候 而且主要是會服務日本人 讓日本人去修行的地方 可是我們今天紀州的紀州安 第一個我們記得的就不會是這個 單純日本人去的高級料亭 你會在紀州安你會被提醒 再說一次 為什麼會 你會說紀州安的歷史紀錄有一頁 那就是有一隊這個神功特工隊 好像要出發之前 曾經在紀州安被引用 在紀州安等於是出發之前的這個晚頁 可是在紀州安的另外一個重大的意義是 他等到1949年之後 他改造變成了公務員宿舍 然後在公務員宿舍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文學作者叫做王文興 他在那裡長大 他在那裡寫 他的家變 在他的家變的小說 剛剛開始寫的那個描述的場景 就是紀州安這個短字 以及他旁邊的這個河的幾色 這些都是紀州安的歷史 你拿到的另外一個越來越快 那如果不再是紀州安 那如果不再是台北 台北的太多太多的地方 都是這樣一層一層的 同規造者 統治者同規造者 這些了不起的規劃者的想像跟計畫 他會長出他自己的生命 所有這些自然長出來的生命 因為他自然長出來 所以他必然就流向了各種不同的 多樣的衝擊 矛盾 並存的 那樣的一個痕跡 我覺得這是最好 最漂亮 最理人的台北 謝謝大家 謝謝王道老師進來的演講 果然是三歲初生居住 今天居住的每個地方都非常熟悉 每個地方都非常熟悉 每個地方可能我都只是第一次聽到 這個地方居然存在的 那因為今天有點難得 我們開發這件事情給各位提問 各位有問題要請教楊卓老師的 各位可以舉手嗎 來 一人一個問題好不好 謝謝王道老師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感受的問題 就是之前的幾年時期 當時是一個威權時代的時期 那我們撇開政治的議題 在當時的社會文化 我們感受到的可能是包容的 每一種文化都可以融合在生活裡 然後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 自由和暖靜 然後這五個社會 就不遲的透出那種強調自己 以及排他的氛圍 這是我覺得是我有感受到的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 到底是以前那樣子的單純是美好的 還是現在的民主自由是美好的 我不願意 我也不想讓大家誤會說 我就認為界隆的時代比現在好 是不一樣的 界隆的時代 又讓我們這樣比喻 或讓我們這樣描述 界隆的時代是老大哥在管理的時代 但是台灣的歷史 台灣歷史有一個老大哥 以我的政治經歷的保護 我又不得不這樣講 那是一個非常可惡的老大哥 但是這個老大哥他可惡 但是他不厲害 什麼叫做他可惡他不厲害 因為他實質上管不了那麼多 你說他是不是不想管 不是啊 他當然想管 他管不了 因為這個老大哥叫做國民黨 他很麻煩 因為他有幾個致命的問題 致命的缺點 第一個致命的問題 他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所以他對於台灣社會 內在社會的滲透 永遠的無神 第二件事情是 他這個老大哥 背頭用的一個老大哥 比他大很多 就是為什麼今天會在這裡 這叫做美國 所以他又必須要依靠美國 對他的資助 他沒有辦法面對 中文共產黨 跟這個冷戰的 如果他不會邊境到 這個冷戰裡面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處理 他的政權的合法性 所以他又不能不聽 他背後的老大哥 然後還有另外的問題 這個政權的 他的character 他們最大最大麻煩是 他們是失敗者逃到台灣來 他們在這失敗的過程當中 他們留了非常非常多的情節 complex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國民黨所建立起來的 這一套威權體制 他有很多地方他管不了 有些地方是這樣不敢管 例如說他管不了的地方是 像台灣的經濟的這個變化 大部分不是這個政府 能夠滲透能夠管得了的 更不要講到街祥靈敏 另外一件事情是 例如說其實是在教育 在教育的體系裡面 國民黨的建立體制 是嚴格的要管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就 開玩笑講說 其實一點也不是開玩笑 但BIS到現在還是這個狀況 台灣只有一所大學 不是一所大學 一所大學 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叫做教育部大學 全世界沒有這種大學 所有的大學全部都教育部管 考什麼 到現在還是所有大學都是教育部管 所以台大校黨也是教育部管在管啊 這什麼規體制 這就是當時的威權體制所建立想來的 到今天沒有改變 但是我們回到那樣的一個戒嚴威權的那樣的情況底下 你還是必須要承認一下我所念 我在80年代初期我進到台灣大學 我進到台大那是最靈感的時候 因為1979年 1978年年底 這個美國斷交 或者說宣佈斷交 1979年1月1號斷交 接下來1979年發生美女島事件 1980年這個年初 這個美女島事 軍法大臣跟臨災選案 我在1981年進到台大 所以那是一個風聲鶴魚 最可怕的一個時代 但是我在台大我都清楚感受到 那個想盡辦法 要控制教育的這一隻手 他們進不到台大 或進不了台大 對台大有這麼高的控管 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 也有我就不多說 所以台灣的戒嚴時代 不是這個政權不可惡 這個政權很可惡 只是這個可惡的政權 他沒那麼厲害 所以他就留了非常非常多的空間 而且他會倒過來產生一個效應 是我們這一輩最清楚地感受到 我們覺得我們被控制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被控制 我們都會一直想辦法要擺脫控制 所以例如說美國為什麼對我們那麼重要 因為美國就代表了一個窗口 讓我們看到不想被我們看到的世界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同意在那樣一個戒嚴的環境底下 人有那樣一種飢渴想要 因為基本上你會滿意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就會非常非常想要 不一樣的東西 那相對於現在 我只能這樣講說 因為以前是老大哥在管你 所以你隨時都知道老大哥 你就不想要老大哥管你 我想現在因為沒有老大哥 所以現在都是一般的人 大家的集體看法在管你 因為這樣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被管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被管 你就理所當然的很容易接受 所以你那個集體的壓力 從這樣的一個由上而下 變成由下而上 或者就是它是一個平衡的 那這裡面當然說來話好長 那有 我只能說我大概可以感同身受你的感受 那個感受對我來講是 其實最可怕的是 這是一個 台灣是一個 有一點點對我來說失控了的 一個一窩蜂的社會 怎麼樣那一窩蜂的社會是 例如說最近這幾天 你只要不小心走到全家便利閃電 都有人在排隊 你不知道嗎 所以你們會來聽演講 你們都完蛋了 你們對這個 你們跟這個社會的 台灣這個社會脈動 那叫做韓國炸雞 你們真的不知道嗎 不知道 然後你們看到那個 你們有去看到那個上面 那個大部分的全家便利商 有那個韓國炸雞 那上面排著說 預計排隊時間二到三個小時 那後一堆人在排啊 然後接下來 所有的人 今天所有的人 那麼多人都在講米情 為什麼米情會這麼重要 那我不能完全不能理解 那看到我們就是 所有的事情 都是習慣一窩蜂 我都敢打賭 因為你看我多少次 那個韓式炸雞 三個月之後 有變成另外一件事 那所以他為什麼不都知道 而且今天去排隊的人 你大概都知道三個月之後 就不需要排隊 那為什麼你還是要去排隊呢 那你說有人強迫他去嗎 沒有 我們全部都是自願的 所以一個社會 這個社會它所產生的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價值或者是追求的單一化 因為我們常常忘掉的 有很多其他值得追求 跟其他的可能性 這是你的敢開來和我 也是我的敢開 但也只能敢開 不然他就擠 頂多就是我 所以因為在台灣 因為生存 因為活在台灣 所以當然 我有我畸形的偏見跟偏激 例如說 我的畸形的偏見跟偏激 就是 基本上要排隊的地方 我就不去 那我們也只能這樣 除了這樣還能怎麼樣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老師好 那個想問一下 就是 你覺得你的記憶是混亂的嗎 然後就像你剛剛說的那種情況 就是你曾經在書裡看到某情景 然後 它就一直造成你的好奇 然後你一直想一直想 最後發現它就輸了情景 有沒有可能 就是 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如果假設你 你的現實生活中 有過類似的情景 不是 你會不會害怕 你的這個情景被書裡取代 然後你的記憶不是真實 我的記憶非常有可能 不是真實的 我的記憶有很多 會被我閱讀 或我所了解的事情 給滲透 這是個事實 但是你後面問的問題 如果不是這個事實 而是你問我的太多話 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害怕 你在怕什麼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 這是我們必須要給自己的一個 Caution 意思是說 任何一個人 堅持他所記得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事實 你千萬不要相信這個人 因為 It's a human 基本上 人會一直不斷的 在你的記憶的過程當中 你會受到各種不同的東西的打擾 跟這個破壞 所以我們 我們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就是 對我來講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 你隨時意識到 你所記得的事情 不見得一定是事實 這是稍微對自己 不要那麼自信 稍微謹慰一點 所以也就意味著 如果你的記憶 跟別的記憶出現了出入的話 沒關係 現在韓正先Google再說 先不要堅持 那如果是沒有辦法Google 沒有辦法查驗 或者沒有辦法驗證的話 基本上你就存疑 就像說 當我一直在想說 那個女生到底是誰的時候 我就存疑嘛 所以後來 好 第二件事情是 對我來說 我的態度跟我的標準是 我說你為什麼要害怕 因為人活著 活了一個標準是 你不就是想用在把自己 有限的一生 你身體可能不會豐富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 是來自於各種不同的 我們的體驗 我們的記憶 它有各種不同的來歷 這些不同的來歷 最後它所構成 你作為一個人 你能夠應對這個世界 這個資源資產 越豐富越多元 對我來說 你就越過了越享受 所以你不用怕 你只是不要堅持 就是你不要說謊 不要你明知它可能不是事實 你就說 它就是事實 所以也就意味著 藉由你的討論 就真的有一個disclaim 就是說 你們剛剛一路聽到我講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講的是 我應該是 事實的記憶 但是你們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接受 只能這樣說吧 好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為什麼沒有 欸 楊教老師你好 我是 我是今年剛考完學生 高三生 我想請問你的問題就是 我自己覺得 我的同學們 就是在我們這個年代 好像 對台灣 或者是對我們的家 對我們周遭的環境 並沒有以前 那麼的深刻的體會 然後他們對周圍 已經沒有什麼感情 然後沒有什麼感覺 我想請問一下 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教我們 去深刻記憶住 我們的周遭 的就是 讓我們有辦法 去愛上這個福利 因為 他們現在已經都 活在所謂的世界裡 好像 就是對這周遭的事情 都已經沒有任何感情了 有一個建議 你不一定來得及 那你也不簡單 能夠接受 但是是我最深刻的體驗 就是 如果你可以 不要當一個好學生 你如果當過壞學生 通常會有不太一樣的體驗 我說 在我的身邊的 好啦 我必須說 這是小受留下來的那個 那個經驗所產生的感動 就是說 我有一個根深蒂固 雖然不管 別人看我的學歷怎麼樣 我有一個根深蒂固 對於好學生的歧視 但是因為我們當過壞學生 被好學生歧視 所以倒過來 那我說這個歧視的理由是什麼 我說你沒有當過壞學生 你就沒有今天生活過 當你沒有生活過的時候 你不可能跟你的周遭的環境 發生任何的關係 當然在講的就再難 就是說再進一步 就是那怎麼樣你有生活 我說有一部分 你剛剛講的那個現象 跟我們的教育 跟我們的學校 有非常兩面積的關係 基本上學校是一個 取消生活的地方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我女兒說的 她14歲的時候去德國 到她15歲回到台灣 她解釋她為什麼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她選擇 而且她15歲 她在德國一年之後 她其實非常非常痛苦 她的痛苦是 趴到一個異地區 然後用德文上德國的中學 她是辛苦得不得了 可是每一次人家問她說 包括像她在德國念中學 她那個最痛苦的時候回來 都一直抱怨 然後她媽媽為了這個事情 才要跟她起衝突 可是有一種方式 我太太可以讓後悔而已 就是消耗 媽媽就說 好 如果你那麼討厭 再德國生活 上學那麼痛苦 回家下去 她就不一樣 她就不一樣 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心裡非常非常痛 就是說 就會問她說 那到底什麼 就是人家問到她說 看我什麼國中的語題的時候 她選擇去德國 她就說 因為我不想再過 她因為她是小孩 所以她小學六年級 有那個考試的體驗 她說我不要再過一年 沒有生活的日子 但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 經歷你的學校生活的 當我所看到的 我所體驗的 我們學校整個學校生活的 所有的設計 是不讓孩子有生活的 第一個是 我們幹嘛把小孩留在學校 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小孩要上這麼多的課 你們大部分的時間 你們都在幹嘛 當你的 在學校上課的時間少得半 你會覺得你學不到東西 流流流流流 為什麼我們就要讓小孩覺得 考試是最重要的 我們有沒有花那麼多的時間 在準備考試 我的經驗是 第一個 我們那個年代 包括從學校到個人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每一個人每一天 只能過生活 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沒有那麼規定 所以好學生為什麼會 就是比較討厭 因為他們通常每天過的都是同樣的日子 你那一塊學生 像我在建東住 非常非常記得 我們到高三 高二暑假 那個 那個什麼 輔導課 輔導課 我們一定要去學校 可是我們去學校 跟好學生去學校不一樣 好學生去學校 去學校輔導課 就是為了要上課 我們去學校參加輔導課 是因為我們那個時代沒有手機 所以我們只有到了學校 才能夠商量 我們今天要幹什麼 然後每天講話去商學 都很興奮啊 沒有想說 那天啊